长相我不要求 年龄我也不要求 我就想找条件好 我就想找条件好 找条件好 人都往高处走 我找老伴的目的 我想提高我的生活值 我不是吃远饭的 听懂我说的话 听懂了吧 这辈子我可能是 第一次 如果我们俩要能成 也是最后一次 我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暖饭大爷来一乡亲 实验要找个条件好的 来提高生活质量 我说大爷啊 就你这个岁数 就算把性别换一换 那都是白日做梦 今天这位爱做梦的梁大爷 今年68岁 退休金每月3200元 有房 这是厨房 哎呀 爸哥 你这天是不做饭吗 做 天天做 天天做饭 今天早上吃了半枝画面 搁这煮的 不是 这灶台 不愿意熟识 不愿意熟识 要是不愿意让来人呢 我也不熟识 我这个屋 我就在这一个人 就在这个屋住 今天我还熟了熟识呢 那里上都是 还有东西都叫我收拾下去了 这还熟识熟识 知道我们今天要来 还熟了熟识 对对 平时不熟的时候啥样呢 不熟了熟识 哎呀 为啥不熟呢 没心情 没心情 可不是吗 整天冷床冷屋印税 一直没有暖和呗 能有啥心情啊 别看大爷长得起貌不扬 人生业历却相当丰富 除了有份正式工作 人家还跑过龙套呢 这是你啊 那是我 这是你哪年叫的 这是我跑龙套 拍电影叫的 我刚想说特别像剧照 一天一百块钱 啥年纪上的呢 哎呀你老哥认识人家 都不是一般人啊 我的同学苍蝇的 都是老同学 老关系 老邻居 在同学的介绍下 大爷做了几回群演 只可惜再也没有了下完 想一举成名呢 肯定是不太可能了 但是依然无法阻挡 大爷热爱文艺的脚步 我年轻时候能唱 现在嘴眼睛心 手都不同步 哼哼两句 可以 哼哼两句可以 好了 摸着手里的吉他 大爷感慨万千 曾经年少时的玩伴 个个都出人头对 自己不仅没什么出息 还成了孤家寡人 真是猴子捞月了 一场空啊 我都想抽颗烟 我还怕丢分 都反对烟 我找老伴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找老伴 第二个目的找到老伴以后 寄演 是要他监督你吗 不是监督 你不懂啊 你不懂啊 所以一个人吧 有苦恼的时候 也有郁闷的时候 也有孤独的时候 也有孤独的时候 一天得多少得 得一盒差不多 一天得一盒 懂了 您抽的不是烟 是寂寞 和大爷说了 除了寂寞还有不干 所以再找老伴 咱还有一个硬性要求 我跟你说得实际的啊 我不知道你们今天 是想给我介绍谁 长相我不要求 年龄我也不要求 我就想找条件好 我就想找条件好 找条件好 人都往高处走啊 我找老伴的目的呢 我想呢 提高我的生活质量 不提高呢 我不想找 我认为是 教个人都多得这么说 都想提高生活质量 我要求呢 我这个想法有啥毛病啊 那不就托付给你们了吗 你给我找一个 比我条件好的 人家还愿意跟我 是不是身份是不是提高了 我得感谢你们呢 你觉得什么叫条件好 你得说个明确的要 我想找个正多的 你能够找的吗 正多是多少 你说说没事 别说太低了 也别太高了 所谓要求往高了要求 我要求不高啊 能比现在水平强一点就行 哎嘛 啥样的老太太 想不开才会自投罗王找抽给你啊 话说浩子静想和猫奶 你自己的命运的自己改 可大人说了 人家这是要求锦上添花 跟吃软饭没关系 我不是吃软饭的啊 听懂我说的话你听懂了吧 咱也不想第三下说的 他的条件好 我不想多想 高 高 欲低 我俩都平等 人得平等 这我才要你 你要不跟我平等 你挣八万 我也不要你 我也不跟你 我这么大岁数再没有个平等 我活的啥意思啊 这么大年龙的 全不能受那些 没有用的气 你要想找老伴 好比说看中我了 我能给你带着啥 你不知道吗 那太多太多了 用金钱都不能比 我不想说别的 我也不想占你去便宜些啊 他的工资高 他只要是一心一意跟我过 我肯定宠他到了 我能叫你开心 我啥都会干 我还会做真线活 说白了 不还是胃不好想吃口软和的吗 而且还得是拿饭给你 往水里喂的那种 真是脱了裤子打老虎 要钱不要脸啊 一会就让你明白什么叫做现实 给例子是 根据大爷的子偶标准 红娘还真就给大爷联系了 一位富婆 你还买这个干啥呀 在楼下还摔一跤呢 摔坏没有 先正式介绍一下 这位是梁泽君梁大哥 你好 第一印象挺好 挺稳重的 这就是我要找的老伴老点好 年轻不好 老伴老点好 大哥虽然说的是实话 但是大姐不一定愿意听 老点好 其实我说的都是实话 直来直去的东北人嘛 我现在在一楼就整个都看到了 挺挺好的 一进家门 看到豪华的大房子 大一个的嘴都合不上了 直言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大房子 不 是另一半 就大姐和闹闹 就是她俩在这儿做的 这两个卧室 上面还有一层 哎呦我的天 好 那没事 我只能说好 你就一个人 就一个人 女儿在国外 这是小阳台 这是小阳台 小阳台 小阳台 好 好 好几层 天地之潮 是不是天壤之别 你说到我家去 我家整个那一套 都不足这个沙发之前 你说是不是 跟我的房子没法比 我那是不到一千瓶 不是 不到 不到五十瓶 四十多瓶 乐傻了吧 就大妈那鞋柜上的爱马仕 都能买下你家那套小房子 在大妈家参观了一圈后 大爷那嘴都快咧到耳根子了 只可惜大妈对大爷并不感冒 尤其是对大爷的评价 更是一针见血 第一印象 没有心动的感觉 就是一看 就是有一种男人的那种阳刚之气 他没有 这辈子我可能是 第一次 如果我们俩要能成也是最后一次 我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新的开始 这是新的生活 我不是不自信 他要是同意的话 我可以来 是不是 到这块入乡随属 我尽量地自己注意吧 也不能说是太低了 是不是 我只能说我能适应 这有啥 有啥呀 你再干净 再大不是人享受的吗 大爷啊 该醒醒了 但凡喝酒的时候加点花生米 咱也不能醉成这样啊 可大爷说了 好日子都是套争取来了 其实呢我也看出来了 你这人 平易近人 别看你条件好 对我挺好 挺客气 这说实话啊 并不是说这个 看说我的条件 是不是 我不租你钱 我也不租你这么大的房子 你别看你条件好 我今天我也不自卑 我也挺好 都是五四年代 我也不比你高 我也不比你高 你是不是 咱俩平等 咱俩到这个年龄说实话 行不行 从年龄上咱俩就平等 就完事 什么东西 一切吧 但是你那个 另外一个啥事呢 我再去告诉你交个底 我给你交个啥子 只要是彼此之间给个机会 能处一下子 能如果在一起可以的话 你放心 我对你肯定比对我自己还好 主要是主要是咱们俩的 如果能处得来 能生活在一起 开开心心的 叫你一天乐呵的 多活几年 比啥都强 要说这大爷真的是夜虎蛙的黄金嘴 真就是嘴好啊 好在大马也是长江里的石头 见过大风大浪的 早就一眼把你看穿 你想问对你的演员 我想对我演员是怎么样 说实话吗 说实话 你看你要早说实话 我何苦这么 说实话 说实话 你这个人吧 嗯 挺好 挺好 但是 还差点 但是明白了 明白了 妥了 祝你好运 虽然相亲失败 但也成功打开了大爷的新世界 再找老伴 就按照这个标准给我找 给我找调节好的 我可不涂他的钱 大爷听过毛河顿的故事吗 我现在找个老伴 这么费劲吗 我那个还是一个言者不变 我要改善什么 我不吃眼是吧 我找一个条件好 听懂我说话了吧 就这么简单 他还是在人挺好 别挺有失忆心 我现在只能跟你这么讲 他只是在条件上优越于我 在人上他不比我强 我年轻的时候你 我照片都没了 我年轻的时候相当的不一般的 走了我可不落了 好走 最终 两人的相亲已失败告终 恭喜大妈毕坑成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评论区见